铜锣烧冰淇淋怎么意外加料了呢 在彰化有位民众到超商买知名品牌的 冰淇淋铜锣烧 不过才吃了几口 疑似呢就吃到像是牙线的东西 咬也咬不断 后来发现呢 竟然疑似像是一团年求的异物啊 让它觉得实在是太离谱了 而冰淇淋业者回应说会与客人联系 了解消费过程还有商品状况 而消保官则表示 如果消费者购买的食品有影响健康的疑虑 可以向消保官投诉 而业者也必须要负起赔偿主任 拉越长 一哥不知道什么东西超硬的在里面 看起来很像塑胶 又很像牙线 它拉不出来 到超商买了知名品牌的冰淇淋铜锣烧 陈先生才咬几口就发现 冰淇淋上有一条线咬也咬不断 仔细看是一条疑似棉线的异物 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把它吃完 就感觉很恶心 怕是人家剃牙的牙线还是什么的 一吃就撒到了 陈先生认为知名品牌的冰淇淋里 竟然有一丝牙线的东西存在 实在夸张 也让民众怀疑是不是评管出了问题 小宝官表示一旦民众买到的东西有影响身体健康的疑似 可以向小宝官投诉 厂商也必须负起赔偿责任 而品牌厂商则书面回应表示会与顾客直接联系 了解消费过程和商品状况查明事实 但这款冰淇淋要价不便宜 在网友的推荐下卖得相当畅销 现在对民众来说 产品品质恐怕得打个问号 记者带入冒章话采访报道